每一次看到政政前 大家都幫他擔心 又白 又瘦 又小 不像我們周西偉 又高 又大 又壯 這個到立法院照得住 照不住啊 我每次看到這個政政前 我想到張良 白白的 瘦瘦的 很有頭腦 還有浩然的正氣 這是新竹鄉親給他的 特政組一句話就講完了 專辦大官 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 37年前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民進黨 第二次執政 首先廢掉特政組 擺明的民進黨就是幫大官貪污 準備開綠燈對不對 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歷史人物住在我們心裡面 這個人叫包青天 就是讓我們打倒這些貪官污吏啊 各位親愛的新竹鄉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來到新竹 我們很清楚 全台灣最有活力的城市 新竹 全台灣經濟產值最高的城市 新竹 全台灣年輕人湧進來 就學就業就住的城市 新竹 再講一個 不好意思 全台灣有錢人最多的城市 新竹 我們幫自己新竹這麼棒的城市鼓掌一下好嗎 太厲害了 新竹人 為什麼 那天我跟新竹現場楊文科交換意見 楊文科講一個數字我嚇一跳 他說全台灣納稅大戶 20個人有10個住在新竹 親愛的鄉親 50年前 我們都說竹風 藍雨 新竹的風 宜蘭的雨 那個時候 50年前 真的 是比較落後 所有的精華都在台北 以及台北的旁邊 台北縣 桃園 新竹 苗栗的發展 都是相對比較落後 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 當年政府 40多年前一個決策 幾十年的影響這麼的大 就是新竹科學園區 這個是了不起的 其實總統不做事 薪水照臉 該退休就退休 行政院長不做事 那我們的新聞局 來演示一下太平 戴個面具 講兩句官方語言 大家也就忘了 但是他願意做事 就是幫子子順順 五六十年前 台灣的首富 全台灣最有錢的人 50年前 是香蕉外銷日本 為什麼 我們都是農產品 我時常講 台灣人好辛苦 幾十船的香蕉 到了日本 日本人愛吃台灣香蕉 換了幾台電視機 幾台席機 運回台灣 想想看我們多麼的辛苦 結果 當年的總統蔣經國先生 行政院長孫宇賢先生 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 覺得未來不能再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成立高科技 所以就在新竹科學園區 扎下了這個根 但是經濟部報 要一筆錢 包到行政院總統府 總統就說到底多少錢 大家沒有概念 站好十大建設在開 高速公路 鐵路電計畫 中鋼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拿400公里的高速公路 一公里的錢 來試試看新竹科學園區 親愛的新竹鄉親 40年前我們的國家領導者下了這一步棋 40年後的今天 我們還在想這個服務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政治人物 對一個國家 對一個社會 對我們所有的人民的影響 是多麼的巨大 結果沒有想到 漫堂紅 整個新竹科學園區 一炮而紅 再來引進了台積電 四十年前 請民間出錢 政府出錢 民間根本就不願意出錢 誰懂金元代工啊 全台灣最有錢的老闆是誰 我就不講 十塊錢股票進去 最後八塊錢賣出去 任賠兩塊錢算 後悔 沒有想到台積電賺這麼多 對親愛的鄉親 這個就是我們對2024年 我們即將選出的總統 跟立法委員 我們的期待 鄭政錢 過去五任的新竹市議會的表現 有目共睹 他是苦徒出身 政大外交系 也拿到了博士學位 也拿到了政大東亞所 拿到碩士 我的學弟 也在新聞界待過 過去這四年立法院 他非常非常的強悍 每一次看到鄭政錢 大家都幫他擔心 又白 又瘦 又小 不像我們周西偉 又高 又大 又壯 這個到立法院 照得住 照不住啊 所以我在想到 我看到政政錢 我就想到漢朝啊 建國的這個劉邦啊 他手下三個大將 一個管後勤 打仗打後勤啊 蕭和 一個人打仗用兵如神啊 韓信 另外一個 出魔化策 點子非常多 跟諸葛亮 劉伯溫同名 張良 我每次看到這個政政錢 我想到張良 白白的 瘦瘦的 很有頭腦 但是我要跟新竹相親報告 不用擔心 我們在立法院是講理的地方 政政錢這幾年在立法院 說實在 問政是很強悍的 過去疫情三年 老百姓大家都恐慌 沒有口罩 沒有疫苗 沒有快篩 大家煩又擔心又害怕 我們政政錢第一個發起的 所有到總統府請願 叫做小英給我疫苗 對不對 對 結果空前成功 民進黨政府有壓力了 開始開放疫苗 政政錢柬埔賽 害了多少台灣年輕人 政政錢為了營救台灣幾位青年人 自己親自飛到柬埔賽 跟歹徒啊 談判周旋 最後把幾個台灣年輕人從柬埔賽 救回來 政政錢在立法院 質詢行政院 以前蘇貞昌的時候 我們看政政錢 永遠不服蘇 為什麼 他有浩然的正氣 這是新竹鄉親給他的 在最後一點 我要跟新竹鄉親報告 我們新竹縣這個立法委員 是最辛苦的 我要跟大家報告幾個數字 也讓你們了解 我們新竹這個立法委員有多重要 馬祖連江縣 一萬四千人 一個立委 金門 十六萬人 一個立委 台東 二十一萬人 一個立委 花蓮 三十一萬人 一個立委 親愛新竹鄉親 宜蘭跟新竹 四十五萬人 只有這一個立委 哇 好重要 大家幫政政錢鼓勵一下好不好 加油加油 所以新竹跟宜蘭的立委 四十五萬這麼多的人口 跟那個一萬四千人馬祖一樣 你只有一個立委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立法委員 是我們新竹市的心肝寶貝啊 因為 因為這個立法委員 站在立法院 要對整個繁榮高速發展的新竹 大力的爭取建設 這個萬萬開不得玩笑 所以這個立法委員 太重要太重要 剛才盧秀燕市長在這裡 盧秀燕市長在台中有幾個立委 他有八個立委啊 所以各位相信 我們新竹這麼重要一個城市 我們只有這一席立委 選錯了人 就要再等四年 所以這個立法委員 我們一定要了解 再來我們總統侯友宜跟副總統 趙叨康 以及政政錢提出來的 唉唷 我們老市長佟勝南市長也來了 市長好 市長好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市長好 市長好 佟勝南主委 我們侯友宜市長跟政政前委員 所提出來的特徵組 很多人民對特徵組三個字 還是迷迷糊糊 好像很重要 又搞不清楚在幹什麼 特徵組一句話就講完了 專辦大官 只要大官貪汙就是特徵組辦 特徵組的重要性在哪裡 他要辦立法委員貪汙 部長貪汙 院長貪汙 總統 副總統貪汙 各位親愛新竹鄉親 一般地檢署在地方 要辦部長 辦立法委員 辦總統 你說這個檢察官有沒有壓力 他當然會有壓力啊 那大官這麼大的官我辦他 我會不會受到傷害啊 所以政府一定要有一個單位 專門針對大官 只要你敢貪 我就敢抓 這個就是特徵組 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 37年前 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民進黨 第二次執政 首先廢掉特徵組 擺明了民進黨 就是幫大官貪汙 準備開綠燈對不對 這個太不像話 政府的錢是老百姓的口袋錢 我們納稅 你民進黨要貪汙要賺錢 你去做生意就好嘛 為什麼要污染政治呢 我們為什麼羨慕新加坡 這麼小的國家 沒有官員敢貪汙啊 帶領了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啊 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都有一個歷史人物 住在我們心裡面 這個人叫包青天 就是讓我們打倒這些貪官污吏啊 就是讓我們老百姓 能夠幸福的安居樂業 民進黨居然把特徵組給廢了 所以親愛信徒相信 未來有很多問題都要解決 請大家無論如何 團結手上的選票 總統 副總統支持侯友宜 趙少康好不好 立法委員 支持我們自己最勇敢的子弟 鄭正前好不好 好 韓國瑜進到立法院 一定配合侯友宜總統 鄭正前委員 一定成立特徵組 專辦大館談話吧 好 新竹有任何建設 我一定會跟鄭正前一起聯手 因為我知道 新竹是充滿了爆發力的一個城市 我們一起努力 讓新竹的未來越來越好 拜託大家 謝謝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化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老舍 老舍 總之